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深黄秋色 染山岭 继阴如山 青之险 梁君爷 你说过的 我一摇御灵 你就会出现 你不能不遵守诺言 给我快点醒过来 属下办事不理 还请主上责罚 此次行动意外难料 来到后续时机 再借机行动 不准再出差池 是 别急 别急 别急啊 都有 都有啊 都有 别急啊 宣布英晚吧 来 这个当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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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她 没想到 多多转转这么多年 是在这种情景下再次相遇 看来 当年的石周之恩 该报答给你了 你醒了 小心 是 你在这儿守了我一夜 怎么可能 我今天早上练完剑我路过 顺便来看看你 竹下 你在这儿照顾了一宿啊 你不能动 你伤口颇深 还需要卧床休养几日 快躺好 这怎么能行 那你岂不是 还要陪我再睡几日 太辛苦了 你这是干嘛 为您扎针 扎针 匕首刺伤 要扎针啊 表哥 接下来的画面 可能有点血腥 你可以回陛下 百里公子莫走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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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里公子留步 初夏 我方才是说笑的 初夏 初夏小姐 之前您交代的药材 一直还未取回 现在得到了烈焰齐灵 就差您之前说的那些药材了 坏了 雷锋去找云娘一直未回 定然是没有找到 雷娘 一定不要有事 初夏小姐 雷锋 我昨夜寻了一夜云娘 都没有发现她的宗箭 云娘会不会出什么意外了 雷锋 你把这药给王爷扶下 云娘那边 我现在就去找 云娘 云娘 云娘到底发生何事 为什么消失不见了 我知道小姐正在寻找何人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跟踪我 小姐莫要误会 我只是知道您要找的人去了哪里 你别在这儿跟我装神弄鬼 原来是你这个狗仔 看我拿下你宗关 小姐你还记得我 我们小的时候 这个咋 我去寻找云娘踪迹 碰到了昨日的刺客 你可可说 没有 那刺客甚是奇怪 坦言相告 她说 云娘可能是被屈夫人抓走的 昨日我虽然刺杀鱼 但是借你向我一位固友 所以我也并未通下杀手 我无以隐瞒 昨日是贵府的屈夫人 派我刺杀鱼 以报丧子之诚 至于你要找的人 也应该被屈夫人抓走 若你不信我 我偷你回陵府一探便知 不知可不可信 如今看来 想娶你性命之人 恐怕就只有屈夫人一人了 所以 我想先回陵府探查一番 要是云娘真的被抓到了陵府 我得想办法救她出来 我与你一起 你伤势还未痊愈 还需要静养 我独自去就好 我 初下 不如让烈锋先去探查 倘若是那刺客设计陷害 且让你自投罗网 故意说 云娘是被屈夫人抓走的呢 烈锋 那我们分头行动 有劳你 先帮我去陵府探查一番 我去茶馆 看看云娘有没有去过 我在那儿等你到身世 你若未回 我马上就去陵府 初下小姐请放心 裂锋定仔细查探 小心啊 娘让人抓了那个丑妇的贴身婢女 现在就等着她自投罗网了 给我看好她 是 我得赶紧回去禀报网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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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娘 这位客人 里边请 来 洛洛 原来是初夏 洛洛小姐坐立难安 可是有何困扰 洛洛现下不太方便 不知初夏可否冤过来一许 你可否再靠近一些 我今日未带侍女出门 不曾想 竟来了鬼水 鬼水脏灼 若是被旁人看见 我怕是再也不敢见人了 余小姐此言诧异 是女子 自古皆有鬼水 此乃人之常情 如同吃饭睡觉一样 何来脏灼之说 你不要听信了这些 反而禁锢了自己 别担心 我来想办法 小二 你去最近的成衣铺 买件披风过来 旗已乱了 往事如梦 只剩下叹息 未必只剩叹息 当年的事 一定会有结果的 我只希望初夏不再受伤害 能够幸福 有我在 她一定会的 洛洛 我今日还有其他要事 先走一步 裂锋还没有消息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看来我得去承乡府一趟 初夏 今日多谢初夏出手相助 改日我再去将军府上拜会 顺便给你看看我心赐的手帕样式 不用谢 我们他日再见 嗯 你别拦着我 你就没有想过屈夫人一个内宅夫人 当正有这种通天本事吗 屈夫人背后 难道还有其他人 我只是不想你以身射陷 我不愿你身陷微局之城 让开 当年要不是你施舟 我恐怕早就饿死了 我还咬了你一口 我这些年一直在找你 我只知道你是官家小姐 却不知道是那家的 原来你是玉瑶关那个小男孩 当年一个蜀荒人 他趁乱抓了不少城中的企儿 将我们绑在一起 我苟活至今 没想到还能再次遇见你 我既然有恩于你 你为何不肯告诉我 屈夫人背后之人 你是斗不过她的 我劝你还是算了吧 芸娘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我一人之力恐怕帮不了她 只能去找她了 芸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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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苦啊 芸芸 芸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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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李凤 李凤小强 李凤 初夏小姐 李凤 帮我召开好一辆尸首 王爷可是在寻找你初夏 你还敢出现在我眼前 我看你是在寻死 眼下恐怕王爷还是担心一下 凌初夏的安危的 如今凌丞相府天罗地狂 凌初夏不过我的阻拦闯进了丞相府 想必王爷再晚去一会儿 就只能给他收拾了 对了 还有你的那个憨傻失望 走 凌初夏 你还敢来 看我们打死你 你干什么 你给我退 我杀了他 都听他的 我可是我娘唯一的女儿 要是我出了什么事 我娘定不会饶了你们的 林王殿下 您带这么多人如此大动干戈 事为何事啊 凌初夏吧 初夏 初夏她便未回府啊 有同时八万人 三万人 我们跟他一人提供 一油串 一轮 一油串 一油串 三万人 三万人 一油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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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are 慧娘 慧娘 你们在干什么 你到底是谁呀 我是谁 我当然是你大跃丞相 凌峰的郑夫人屈慧娘 还是蜀蝗派到你身边的 一枚棋子 你是蜀蝗人 不错 我是蜀蝗人 只是我没有想到 我会这么快走到今天这一步 怎么可能 娘 你骗我 这些都不是真的 我只后悔没有杀了凌处下 留着那个祸害 让他害死了你弟弟 把他给我拿下 等一下 我还有话要问他 你要对付的人是我 你为何要杀了云娘 云娘那个贱婢 只要能引你来死 他死不足心 你真的好歹毒 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哪里来的背后之人 向来都只有我 一些且要你死 皇家路上 我会等着你的了 我会等着你 我会等着你 娘 娘 娘 回娘 回娘 初夏 杨静衣 你先别说话 我这就带你回去 我应该陪你一同去 就不会有人伤害你 都怪我 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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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王爷 你不是答应过我 会让初夏安然无恙的吗 如今这样 就是你所说的安然无恙 我答应把你留在将军府 以为你会给初夏一个依靠 让他平安幸福 如今看来是我想错了 阿德 送客 严峰 初夏 初夏 你醒了 表哥 云娘她 慢点 我一直说 要带云娘去过田园生活 没有勾心斗角 不用艰难地活着 如今 是我施压了 初夏 云娘她不会怪你的 你切勿责怪自己 一切都是恶人所害的 舍粮君业 及时赶到救了我 可她还是 没来得及救云娘 若是表哥的腿 我便能护你周全了 表哥 这不关你的事 这不关你 初夏 你继续休息吧 我让阿德去给你熬药 好 等我们离开这里 就再也不用看二小姐 和少爷的嘴脸了 小姐 今日实在是痛快 我让你帮你 军阳兄 白礼兄 白天的话 说得有点重 亡不切怀 人之常情 毕竟 初夏是你唯一的亲人 过几日 是不是要到初夏的生辰了 对 军阳兄 有何打算 云娘 我有些口渴 云娘 有个眼睛 我们要到初夏的生辰了 对 去 我过来看看你 刚到门外就听你呼喊 举手之了 你又想做什么 纠缠一个你之前想刺杀的人 不太妥帮 我想要成为你的一把刀 守在你身边 如今你身边没了贴身纸 不妨考虑考虑我 我为什么要将一个 之前想要杀我的人 留在自己身边呢 芸娘的行踪我没有说错吧 如果小姐还不信我 不妨给我一次机会 虽然虽然是个杀手 但三番两次地帮我 虽然态度恳切 但总觉得他隐瞒了什么 索性先让他留下来 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 那你别后悔 将军府上 还有很多都没有修计好的地方 就只能劳烦杀手你 我叫姜黎 劳烦 姜黎你了 姜黎亦不容辞 初夏 你真的打算把他留在府里吗 表哥 多一个免费的苦力 难道不好吗 可是 表哥 我自有安排 我们快去吃饭吧 我现在身体痊愈 胃口大开 初夏 我执你对芸娘情深 你如果想哭 就哭出来吧 不要抢言欢笑了 我们便宜 我会心自在的 表哥 这几日 我也想明白了 我会开心自在的 日后回归田园 不让芸娘 在天上为我担忧 出下 出下 本王来 表哥 你真是 这个冥王殿下 真是比小鬼还难成 小姐的伤病刚愈 不能被讨扰 冥王殿下还是请回吧 起来 起来 不是你一个小丝感啊 本王 本王怎么看你面熟啊 小的要弄寻常 冥王殿下可能记错了 吴芳芳 子音 小黄叔你怎么还在这儿 这是又来探望你小黄婶啊 谁来探望小黄婶 我来看初夏吧 初夏不想见您 你们等着瞧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如今是初夏小姐的贴身侍卫 自然也要住在府上 我是问你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 小姐说了 将军府房间短缺 只能委屈王爷和小司 暂时急一急了 他就会在那儿 你怎么会在哪里 你怎么看 不可以 你怎么会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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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云之前一样 跟我睡一个屋吧 你就是故意的 本王把你从丞相府救出来 你却这么对我 凌王殿下 你可不能动怒啊 你别忘了 你现在的伤还没有彻底痊愈 这要是旧伤复发 我可救不了你 好久没见两位这样斗罪了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患难见真情 是吗 我救你 就是 最近发生太多事了 梁军爷 你时不时都忘了 我们还有证事为办呢 你伤病在床 我哪有心思想别的 本王是说 最近政务繁多 没有时间去搜寻一份 大岳的闲散王爷 何时政务繁多起来 怎么 你是发现什么线索了 我在府上搜查了很久 伤未发现蛛丝马迹 不知王爷所说的线索 到底藏在何处 神头去哪儿了 神头去哪儿了 表哥 阿德 梁军爷 春夏 快放开令王 搞什么鬼 林初夏 我们可是特意来给你过生辰的 就算你是寿星 也不能这样对我们吧 我竟然自己都忘了 今日是我生辰 初夏表妹的生辰 表哥当然得好好给你庆祝了 表哥 过生辰 我们自己家人就好了呀 干嘛他叫不外人 好好好 是我不请自来 是我唐突了 凌王他自己赖着不走 我也没有办法 我的生辰礼呢 放心 本王的生辰礼 包小姐满意 吃完这碗长寿面 初夏表妹 福寿绵长 谢谢表哥 阿德 你也坐吧 李峰 你也坐 初夏 我知道你喜欢不寻常的东西 我特意找郡主给你寻来了这个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竟然是首诗侠 紫园郡主的眼光就是好 看来我得添置些拆谎尔试了 初夏 那也要不你还是打开看看 你之前那套针 我记得是祖母留给你的吧 我特意选了一套新的给你 看看 好漂亮的金城 谢谢表哥 我好喜欢 你喜欢就好 小姐 这是阿德 在街上碰到的小玩意儿 希望您不要嫌弃 谢谢阿德 我们王爷也为初夏小姐准备了礼物啊 本王的那份礼 不能在这儿送 discussing 佬秀 你送我的礼物到底有多大 非要来这里 表哥他们不来呢 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 它很小 小到你的眼睛就可以装下 我 王爷的信号来了 快 往中去了 兄弟们等太久了就 一起去茅房吧 这四个响指有什么深意吗 在什么时候 几宝废物 林初夏 我 好漂亮的烟花 淡风凉产 顺送十一 林初夏 生辰快乐 我都知道 梁君彦 谢谢 我很久都没有看过烟花了 梁君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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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母亲吵了架 足够们就在城墙上放了烟花窦 那晚的烟花 和今夜一样 没想到你还记得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会一起来一些往事 初夏 我还有些话想对你说 什么 我承认一开始接近你 是有目的的 当时我是为了调查 玉瑶关之变的证据 我知道 你不用再跟我解释的 不止这些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那一刻 我便被你吸引 之后我们一起经历了困难险境 共夺生死 我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内心 过去我总觉得 爱和欲望会蒙蔽人的双眼 更何况 是想保护所爱之人的欲望 但现在为了你 我愿意拼一次 凌初夏 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 我和你的心里 感受你的无限 是爱的我感激 我才无力 相信我却注定 你 追求你 声音 装服自己 回忆 让君彦 你可听到 我再换你了 有些人即便在身边 在心里也还是会想念 我明明喜欢自由自在 想往洒脱 但是自从遇到你 杨军爷 我也愿意 把我的心 和你记在一起 殿下今日心情甚好 身体也康健了 这是要回府上 本王的伤还未痊愈 想在府上多住几日 不知白丽表哥可否准许 表哥 这么快就改口了吗 祖父当年最喜欢你了 先王指婚初夏 他直接就选了你 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 或许你们已经是一对恩爱的小夫妻了 我总是把立老将军看下我现在顽世不恭的模样 他一定不会把初夏嫁给我的 命运弄人罢了 谁会知道这桩婚事 现在落到了 小一辈的梁子燕身上 对了 你和初夏说过 小时候的事吗 我儿时至于初夏见过两次 他又怎么会记得 况且 我也不想提及往事 免得初夏伤心 我记得有一次 还是你我二人一灵前往 那正是 初夏七岁的生辰 是啊 班里兄 其实今日 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 我知道 你其实和初夏已经在一起了 我昨夜都看见了 不是这件事 是玉瑶关之变 此事 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我怎会不知 这么多年过去 幕后之人藏得滴水不浪 不过我最近终于找到 一丝线索 你想彻掌 必须彻掌 就算彻掌 但是 百里兄以为我探图的是那个位子 当时若不是仰仗百里老将军 我又怎么能够当上太子 人人县制 度质 可又有谁知道 坐上这个位子 要付出什么代价 是我以小人之心 夺殿下之父 而且 想彻查此事的 除了我 还有初夏 初夏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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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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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当年玉瑶关之变的重要证据 就藏匿在将军府中 将军府 巴黎兄 小心 我在这府中生活了这么多年 为何从未有过发现 我当时与初夏一同寻找过 也没有发现什么 感觉怎么样 体内很热 好像有一把火 从胸口直接烧到了脚底 那腿呢 又胀又热 但是好像没有那么不适了 发热正是药效起到了作用 不过我还得继续试针 再配合着附近 方能快速好起来 来 来 谢谢 初夏 你最近为我四处奔走 都轻瘦了不少 我这条腿 不论结果如何 我都非常感谢 我说过的 我会重新让你站起来 初夏 你和凌王殿下她 是 表哥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也是昨天 初夏 无论如何 你随自己的心意就好 表哥希望你能快乐 还有一件事 这些事 是 你都能不能够认识的 我就是要快乐 你不认识的 我还能够认识的 你不认识的 阿德再去搜查一番 希望能找出一些端倪 我这腿啊 无论能不能再站起来 我都说了 不论结果 我很欣慰了 因为有人真的愿意关心我这 大家口中所谓的瘸子 表哥 你莫要妄自菲薄 虽然你一生身居宅院 但是你仍旧心细报告 等我治好你的腿 你也可以像外祖父那样 成为郑国兴邦的大将 男儿千年治 无声未有押 无声未有押 君业 你的伤口基本上都已经痊愈了 你刚刚叫我什么 你少打趣我 我最近都要忙着 就是给表哥安排附近 你伤要是好了 你就回你自己府上去 我可没空过你 你怎么 伤口明明已经痊愈 为何还会有痛楚 不可能啊 刚检查完你让我看看 你瞎即可 我还有一个心理 那你自己的一条 也是 你而言 你也不懂 你第一个讨厌 咱们只是一条 但我还还不得了 你们不讨厌 你在乔丁 丞相女儿的婚事 父皇给你再挑选一个 更适合做未来皇后的人 父皇 儿臣 想自己选太子妃 燕儿有信仪之人 就还是丞相家那个临初夏 看来我的燕儿和我一样 都用情专一呀 那 就如我儿所愿 谢父皇成全 小心 表哥 你最近逐渐有改善 相信很快就能行走自如了 多亏了表妹 小心 白礼兄 凌王 来 三步呢 来 慢慢来 不用拜 不用勉强 初夏 池塘的荷花开了 我们去赏花吧 赏什么花 你发神经啊 表哥的土衣是 这 原来我们一直寻找的线索 就在这儿啊 想必百里老将军也是这么想的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看来我们得找到这把钥匙才行 当年皇上降罪抄家之事 百里师的信物也被收入了宫中 宫中 现如今 只能找到你们百里师的簪子 才有机会打开这密室的大门 为了查清真相 我必须得去一趟皇宫了 初夏 切勿在涉险了 皇上的书院快到了